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自己一旦驾崩 年幼的刘盈如何压制那些功臣 胡文雍一案爆发的时候 朱元璋已经五十多岁了 蓝玉案爆发的时候 朱元璋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 与其说是皇帝屠禄功臣 还不如说是皇帝为下一任扫清障碍 如果朱元璋不把那些功臣清理掉 年幼的朱俊文是压不住的 但是李世民就不一样了 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时候才二十多岁 他是一路骑兵靠军功上位的人 是靠流血政变夺取的皇位 大部分功臣都比李世民年龄要大 如果不出意外 功臣们都会死在李世民前头 而且李世民有充分的时间为太子做准备 已经是一个杀凶的人了 李世民就不会冒风险背上屠禄功臣的骂名 再者就是功臣自身原因 刘邦清理功臣的时候 萧和 张良活下来了 朱元璋清理功臣的时候 汤和 耿炳文活下来了 李世民没有清理功臣 而侯军吉却死于谋反罪 这就证明功臣的死亡 有的时候和自身有着莫大的关系 古话云 识时务者为俊杰 李孝公虽然是唐朝的宗室 但是其生活极度奢侈 让李世民以为他是贪图享乐的人 而且不止一次说自己的房子太过招摇 一直想着卖掉房子换小一点的 房玄陵的女儿是韩 王妃 儿子是驸马爷 自己久居高位 深恐被清理 在位的时候多次提出辞掉官位 希望李世民准许他告老还乡 遇时竟得是李世民的名将 但是自己主动提出退休 晚年不与外界来往专心研究神仙 鉴于原本出身就是名门望族 而且自己也比较识实物 外加上也都快一把年纪半截入土的人了 所以年少的李世民才没有对功臣进行大肆的清理 侯俊姬那种就是作死 李军宪也属于死于流言 为了避免自己遭到后世唾骂 所以李世民也没有选择对功臣进行清洗 各位网友还有什么补充原因 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章细作者原创 转移载请著名出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来个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